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我是纪班夏 我的手机是不是忘在你车上了 你走远了吗 我给你送回来 傅思年说完 准备挂断电话 也不知按错了哪个键 手机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张照片来 背景似乎是大学宿舍 羁绊下穿着抹胸和内裤 正笑着朝镜头伸出手来 照片上 他笑得那么开心 飞扬得像一朵阳光下怒放的花朵 傅思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祭拜下 他的青春和笑容就像一束明亮光芒 逼得他微微眯了眯眼 啊 副总 你不用送回来了 你的衣服都湿透了 我家也没有适合你穿的衣服 你赶快回家换衣服吧 手机我明天来拿好了 你别感冒了才好 哦 嗯 那个 嗯 你别乱翻我的手机啊 哦 我不是怀疑你的人品 我知道你是个绅士 不会乱翻别人东西的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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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败下雨色了 手机上有你的照片 比较隐私的那种 啊 你是不是开了我的手机了 傅思年 你快把我手机还给我 你在哪里 我马上坐船过去 哼 别这么紧张 我只看到一张 傅思年 你 你 你太没有教养了 我还以为你是个绅士 你怎么可以乱翻我的手机呢 他自己蹦出来的 我仔细辨认了半天 才看出上面的人是你 仔细辨认了半天 傅思年 你在哪里 记败下冲着手机大号 耳朵里却只听到嘟嘟嘟的盲音 手机直接断了 再打过去 已经关机了 美国的医院已经安排好了 傅思年用私人飞机将连翘送到医院 记败下想去陪床 被傅思年冷冷地阻止了 他的理由很充分 连翘走了 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 就这么一个人去了遥远的异广 记败下想想 都觉得心口疼得厉害 吃完晚去外地实习了 记败下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独自煮了一碗泡面 没滋味地吃了几口 傅思年的电话接来了 傅思年 我过来接你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接我 记败下 你搬到我的公寓来住 协议上第六条写得清清楚楚 你不会忘了吧 哦 只是订了婚而已 没必要住在一起吧 也许也不用这么较真吧 狗仔队一直在小区里蹲守 我没那么多时间每天和你装约会 好吧 牧思年来得很快 看着记败下手里一支小小的旅行箱 他分明想说点什么 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 本来就是契约的关系 双方各取所需 合同完成后 各自一拍两散 互不相遣 走吧 我来吧 绅士风度 一如既往 谢谢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好 记败下的房间在厨房旁边 和傅思年的房间隔着书房 客房 家庭电影院 健身室 记败下对这个安排十分满意 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 只要他刻意回避 碰见傅思年的机会 还真是不多 击败下的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上午和连翘视频半小时 然后就开始写论文 下午出去打工 晚上睡觉前 再用手机和连翘聊一会儿 然后就洗澡睡觉 自从住在傅思年家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傅思年 后来他睡得晚 能听见傅思年轻轻地开门上 这种状态 持续了将近半个月 直到某个晚上 这天晚上 记败下睡到半夜被咳醒了 在床上赖了一会儿 终于熬不过 还是穿着睡衣去厨房倒水喝 喝完两杯水 气败下正准备回房间 突然听到客厅的门被打开了 思年 行李先放客厅就好了 明天再收拾吧 反正卧室也有我的睡袍和衣服 怎么回事 傅思年的女人回来过夜了 屏住呼吸 将自己更深地藏进厨房的阴影里 如果被傅思年看见 那就太尴尬了 只盼着他们能赶快进房间 他好赶快地逃回自己房间 浅秋 你的东西我已经放到客房了 今晚你先将就这住 明天我送你回家 浅秋 是顾浅秋 白富美金人是傅思年正牌的未婚妻 嗯 果然不错 气质很好 长相也出众 皮肤身材都是上等 果然能配得上傅思年啊 思年 我坐13个小时的飞机 不是为了来住客房的 浅秋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现在是特殊时期 现在我名义上的未婚妻是另一个人 她只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妻 可你爱的还是我 对吗 你让那个女人住进来 说是为了应付狗仔队 好我同意我不计较 可你让我住客房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怕那个女人误会吗 还是说应付狗仔队根本就是个借口 你已经对那个女人动心了 浅秋 你不是这么不讲理的人 思年 你为什么不敢证明回答我的问题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跟那个女人就是利益合作的关系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根本就看不上她只爱我一个人 浅秋 我跟半夏只是利益合作而已 你不要多想 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 你也累了 快去洗澡休息吧 思年 你从来不说谎 你说是利益合作的关系 就一定是真的 我错了 我不乱吃醋了 好了 别闹了 坐这么久的飞机 还这么精力往上 只听见二人的脚步声 朝着傅思年的卧室走去 现在不走更在何时啊 再不走就晚了 谁在哪儿 羁绊下在心里惨叫一声 还没来得及反应 顾浅秋月儿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 对不起啊 我刚才口渴 我 我 我来餐厅喝水 好了 你回房间吧 你就是姬小姐吧 我听思年说过你们的合同 你呢 就先安心住在这里吧 等舆论风声过了 你和思年就自由了 我对傅思年真的没有企图啊 思年 这位姬小姐还真是很害羞很内向呢 不好意思 打扰到你们了 那个 我先进房间了 无论顾浅秋怎么撒脚 傅思年都还是留他一个人在客房 自顾自的回房间了 顾浅秋 顾浅秋独自一人坐在床边 心中的恐惧 如潮水一般涌来 不对劲 傅思年 不对劲 不行 我一定要将傅思年的心拉回来 让他牢牢锁在我的身上 这个男人 真是上天的宠儿 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 傅氏家族迪长孙 仅仅三十一岁 就被我已重任 顺利接班傅氏家族企业 成为了商界传奇式人物 而这样一个极品男人 是属于他顾浅秋的